各位寶珠迷,我們的偶像陳寶珠,擔任香港血癌基金大使已經有二十多年。 前日11月23日,他在以血癌基金大使身份出席在海港省的慈善活動,今次同場的嘉賓是林海峰。 現場有近百位寶珠迷來到見寶珠姐,並為偶像打氣鴨坎造勢影迷的熱情和年輕一輩追星族,不枉多樣。 寶珠姐,接受多個傳媒和電視台記者訪問時說,見到這麼多粉絲很開心,因為現在大家一年內只能見面一、兩次,所以見面後都覺得很興奮,並呼籲大家多做善事,即是幫助支持血癌慈善基金,變心善人美,身體健康。 會上,並將今年從各界籌得的二百萬善款以支票形式交給寶珠姐和林海峰代表接受。 在兩燈儀式過後,記者們就圍著寶珠姐訪問,問他聖誕節怎樣度過,會否和師傅白雪仙開Party呢? 寶珠姐說,今年聖誕節會流港,不出門旅行,屆時會到訪師傅白雪仙家,與大約二十名好友開派對慶祝。 記者又問,準備了什麼禮物送給寶珠姐?寶珠姐特仙姐好疼他們,不喜歡他們花錢買禮物的,只要說聲聖誕快樂就夠啦。 而嘉賓林海峰接受訪問時說,見到寶珠姐,她心情好激動,稱寶珠姐好nice,還說,剛才她叫我先坐,我簡直想趴下,能夠見到寶珠姐是她最好的聖誕禮物。 並說,她前一晚已經睡不著,還緊張過籌備頒獎禮,和激動過自己獲獎,而且,完全感受到她的粉絲的威力。 對此,寶珠幽默地向記者回應,我想她只是客氣說話,見到老人家,哄下我開心,她是日行一線。 整個慈善活動在熱鬧、開心、歡樂的氣氛下順利完成,之後,大批影迷互送偶像上車離開,期間影迷仍爭取機會,向偶像拍照和說拜拜,人數多到幾乎逼爆玻璃門和要走出馬路,直至寶珠姐坐駕遠去,影迷才開心又滿足感散去。 在此,供祝寶珠姐及各人身體健康,日日開心愉快,並祝林海峰演唱會成功。 多謝大家收看。